酒有其不喝,才有三不发,占有三不见,酒有其不喝,一不喝多酒,酒喝多了,难受的是自己,酒桌上不喝摊杯,不喝是酒,应少喝几杯,不醉为宜,二不喝几酒,酒是猎物,后酒很大,一定要慢慢喝,不可及喝,不要动不动就先干为净,喝极了,一大口尽上来了,会很难受。 三不喝劝酒,喝酒的时候,要知道自己的底量,不要经不住别人的劝,不好意思扶别人的面子,不仅依旧喝超量了,四不喝勾兑酒,喝酒要为健康喝酒的血纯粮,喝勾兑酒上吐下泻,最后头疼脑涨打脑壳,五不喝醉酒,心疼聚会,切勿大喜大悲,拼命的喝,把自己或者别人喝醉了,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,所以同学朋友去问喝酒,一定要有一个度,而且喝最容易闹事或者出事。 六不喝无名之酒,不喝无名之酒,喝酒要有个名头,互相敬酒也是理所当然,但是对互相不认识的,有意用酒来怪你的人,尽量不要喝。 欺不喝不尽之酒,对于瞧不起你的人,故意看低你的人,说话讽刺你的人,不要和他喝酒,人一定要有自尊和骨气,才有三不发,一介单位光的才不发,很多人借助自己在单位里的影响。 借单位的东方,做着自己的生意,虽然可能会发点小财,但出事的时候结果也很惨,自己努力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。 所以,不管机会有多好,借单位光而发财的事不要去做,不能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,二透支三情的财不发,所谓透支三情的财,就是不顾亲人,朋友和家人的感情,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,赚一些不正当的钱。 对于任何人而言,这三情是无比宝贵的,千金难买,千万不要透支大家的感情去发财,三祸害人的财不发,所谓祸害人的财,就是做耸害别人的利益来谋求发展的事。 比如在单位里,为了自己往上爬,不惜给自己的同事吃耸招等等,占有三不欠,一孩子的债不能浅,一定要重视孩子的事,不管你有多忙,事业再多成功,与孩子的未来相比,都不重要。 在孩子教育与职业规划上,必须下十二分的功夫,且不可欠孩子前途的债,将来落下你与孩子矛盾的祸根。 但成功的事业,也显得没有任何意义,二父母的债不能欠,趁着父母还健在,把这份养育之恩赌上吧,老人家想到哪里看看,就陪他们去,有什么愿望就争取帮他们实现,有时间多陪陪他们。 如果你已是为人父母,这是给孩子做榜样,你如何对待父母,将来孩子也就如何对你。 三,恩人的债不能欠,走过半辈子,一定有不少恩人,对你伸出援手,哪怕只是小小的帮助和关心,也不能忘记。 那些酒类联系的恩人,利用现在发达的信息,快点联系上吧,你能实业有成,家庭美满,幸福,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抱恩,可不能等没机会说,出口了才后悔。 喝酒,涂得就是快乐,开心,不要因酒务事,不要夜盘比闹心,做到了这些,喝酒,就会喝得有滋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